新年看大陆市场 接下来绝不能够忽视中产阶级的力量 根据大陆财经网的报道 有调查报告显示 大陆自认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月收入 仅次于香港 收入还超过了南韩跟台湾 而且大陆中产阶级 现在已经晋升为全球最多 1.09亿人 超过了美国跟日本 台商要怎么样来抢食这块 中产商机的大饼呢 它的食物就让我感觉到了 它是回到了人生命和自然的本来状态 它没有任何添加 它吃完了口不干舌不燥 所以我一吃到它的面的时候 我就能吃出喜悦来 吃出喜悦就能吃出健康啊 什么面 让这位女艺术家讲得掏心掏肺 每个星期都要拉着助理来吃一次 北京面馆何其多 这间既没有大牌长龙 还藏在身上 不问人还找不到 汤特别的就是清凉那种 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加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 然后就是感觉比较天然那个 很在意吃的东西安不安全健不健康 流行吧 健康是就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件事 哦原来这间面店卖的是健康 但想要吃到健康要付出点代价 一般的我觉得二十三十左右差不多 这里贵一倍 嗯 是的 所以不会每天都来的 贵一倍 听起来很无感 但它是素食 换句话说 番茄红烧面里头没有牛肉 五星打卤面里头没有卤肉 蔬菜咖喱面 它里面真的只有蔬菜 一碗台币三百四 以北京的物价算中高价位 为什么人家愿意买单 因为老板让顾客吃得到 看得见心甘情愿 师傅手上抱的紫色面团 是自甘蓝角橙汁 滤掉渣渣后 获进面团的颜色 这头师傅手中的面条 是获了胡萝卜汁的颜色 一百克小麦中 萃取十五克做成的面粉 让这面的劲道和弹性 足以让师傅一直拉 一直拉 不断不裂 直到分量够一碗面才停 因此里面的面条只有一根 它色泽漂亮 它的光泽很好 它的韧度很好 它的筋道也很好 就代替了很多人工碱跟蓬灰 所以它变成一个纯天然的面条 既然是素食面馆 就得用到大量青菜 为了洗掉青菜上的农药 老板花了台币九万 买了台超音波洗菜机 用震的把冲不掉的农药 和细碎的泥沙震出来 我们把新鲜的蔬菜水果 打成了泥 然后跟咖喱粉一起去搅拌熬制 熬制完以后 所以我们的咖喱里面没有糖 不放糖 吃出了水果蔬菜的鲜甜 但别忘了 北京的夏天35度 天然酱料和小菜 这些随手需要的调味料和摆盘 放在料理台容易变质腐败 老板干脆把整个料理台 加门馆保持恒温四渡烯 而你以为只有北京台商 这么费心吗 高度大概在10公分以内的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 把筷子加进去用到产点 客人又有一个互动开的感觉 惊讶把有这样的一个idea 做这样的造型 下面有高温的一个饵碗石 去做保温的一个动作 那借由清酒破的一个灵制 会呈现出浓浓的酒香 另外一个烟雾的感觉 龙蛇蓝调酒的一个做法 只是龙蛇蓝调酒 它是用盐巴沾抹在杯口 那我们沙瓦的部分是用糖 鸟笼装菜花气当摆盘 不按牌里出牌的思维 连刁砖的网路偷客都沉浮 这是上海网品的创新创意 而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他们目标客群都是中产阶级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 到2020年 群众大陆35%的消费 将集中在80后新崛起的中产阶级 以北京为例 中产的定义是年薪250万台币以上 未来他们将成为个人消费 以及购物休闲的主力军 瑞士信贷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 美国2791兆台币 大陆741兆台币 日本645兆 大陆的国家财富总值 首度超越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二富有国家 与此同时 大陆的中产阶级人数 也首度庆升世界之最 在全球6.64亿中产阶级人数中 大陆以1.09亿人最多 美国9200万人排行第二 日本6200万人排行第三 瞬息万变的中国 大量崛起了中产 有钱吃饱后 他们要吃巧 怎么卖健康 卖气氛 卖感觉 卖对了 逃再多钱 都心甘情愿 TVB新闻 谢贤熙 李黄龙 陈向如 北京上海报道 云南雨林生产出的顶级咖啡 拍出每公斤上万 台币高价 稍后带您到雨林去探险 此外 和牛不止日本有 看台商在齐齐哈尔 养出会跳舞的和牛 马上回来